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现时已经往往太迟了 既然发现太迟 干嘛还要讨论这个人 就是要注意 今天要讨论有些病症 不得钓鱼轻心 也应该如何防范去注意沉默杀手 是有救的 无形恐怖果病 糖尿病杀手 严重恐肾脏病变 心肌梗塞 像我之前有一个25岁的患者 女孩子 然后来的时候 他一进来的时候 他就是心情很不好 他就跟我说 刘医师就是希望你可以好好的 帮我控制糖尿病 那我就问他说 你糖尿病多久了 他就说 大概十几年了 所以其实他是一个第一型的糖尿病 我们所谓第一型的糖尿病 就是说他年轻的时候 他是胰岛素分泌不足 那他是比较咸甜的 就是在小时候就会发生的 他就说他国中的时候 被发现糖尿病 所以然后因为不痛不痒 然后国中生 就是那时候在家里的时候 妈妈还会帮他打针 帮他咽血糖 可是那都是会痛的 就是打针或者是页血糖 都还是会痛 但是因为妈妈帮他做 所以他就是配合着这样子 但他到18岁就是出去 就是上大学念书了 他自己就不控制了 他还要讲到一个点 就是他打胰岛素之后 他就会变胖 所以对于18岁的女孩 变胖 所以对于女孩子来讲 他变胖 他就不想要继续治疗 他就不想要打针 所以他大学有一段时间 他是控制的很差的 他几乎没有在控制 就是把自己搞到有一次在宿舍里面 是血糖高到五六百 然后昏倒在宿舍 然后被送医院之后 就是一个很严重的同酸中毒 那好 那时候开始医生就跟他说 你这个要好好控制 但是就是没有死到领头 还是不会停 他就是觉得 他那个只要一打了一打素就变胖 然后那时候会叫男朋友 男朋友就会嫌他胖 所以他就不想要打针 然后后来就是 后来是有一次 他是因为那时候 他开始发现说 怎么眼睛看不清楚了 然后要命的是 他本身还是一个建筑设计师 然后非常重视视力的工作 所以他那时候去眼科看的时候 发现就是一个增殖性的 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 那这个其实蛮严重 这个长久之后会失明的 那时候眼科也是赶快帮他治疗 想办法想要回复他的视力 可是呢 就是大概也只能让他回复到一个程度 然后那时候他就问眼科医师说 拜托你一定要救救我的视力这样子 然后眼科医师就跟他讲得很坦白 他说如果你血糖不控制 我这里怎么救你都没有办法 所以他后来才到我的门诊 就希望我们帮他好好的控制血糖这个部分 所以他真的是一个蛮可怕的 就是隐形的杀手 好可怕哦 所以很多女生 可以花很多时间 化妆 大扮 但是你都没有想拿针头 插一下 看看你血糖多高 对不对 如果你有这样子 照理是很麻烦 而且现在有最新的医学 当然还没进来 是可以用的 就是埋在这里 两个礼拜都不动 插进去 两个礼拜 你再来看 两个礼拜的随时的血糖 高低 好可怕 不会痛的吗 不会 就扎那一针 你放着 而且糖尿病 他是不是血液比较没有 伤口比较不容易愈合 对啊 因为我朋友他阿姨 然后他就是割伤 割到脚 然后他就是伤口不容易愈合 又还有糖尿病 他那时候没有联想到是糖尿病 他就只是觉得说 伤口怎么那么不容易愈合 然后他住乡下 然后可是可能就没有在意 然后结果后来 他的脚就感染 就感染到他整个小腿一下 解脂 然后其实就好可怕 为什么不能发现 因为他就是要你真正的去做 对 他比量血压还要难 血压器就是一套 一按就可以 可是你要针头要擦干净 要量要看清楚 要侦测 自己在家 那个血糖高低 还并不代表 真正有没有高糖尿病 因为他有个糖化解射出 对 那必须要化验出来 所以今天探讨这些 都是你不经意的 但是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隐形杀手 那像小孩子 刚刚他说有一个 先天性的那个糖尿病 那小孩子 基本上不太可能 会去做健康检查 那要怎么去发现 我们也不能讲 他是先天性的糖尿病 他叫做第一型的糖尿病 那一般全人 大部分是第二型的糖尿病 那其实第一型的糖尿病 他基本上就是会有一些症状 像有一些典型的症状 像他喝多啊 吃多啊 尿多啊 这一类的 他都还是会就是显现出来这样子 第一型糖尿病通常是十岁左右发病 那所以他可能在十岁以前 他的胰胀功能还可以应付他控制血糖的能力 那通常假设他是一出生 就先天上面胰胀就已经坏掉了 通常他大概都活不下来 通常第二型糖尿病是像我们说四十岁以后发病的 也就是说我们身体的胰胀经过长时间的生活作息 以及饮食的一些累积下来 所造成他一开始附和过重 然后之后再无法工作才造成的糖尿病 第二型糖尿病就是2400万的台湾人里面 大概有240万个糖尿病患 那事实上像很多人 有统计出来发现是有将近有150万的人 是不晓得他自己有糖尿病的亲戚 或者是所谓的糖尿病前期 那我们在学会上面就会推荐说 要怎么样来筛检这些糖尿病有可能的族群 第一个就是你的体重的BMI 假设是超过25以上的话 这是一个先决的一个条件 那第二个就是说假设你的家族死里面 通常父母亲双方有的话 那你自己未来一生的几率就是将近70% 对 像我要问的就是问小珍 多囊性卵巢体重又过重 吃又没有节制 而且他的祖父有糖尿病是病死 像多囊性卵巢 其实就是我们最常见的女生 就所谓这个身体里面的热量脂肪 最容易堆积的一个内分泌疾病 那他在先天上面会有一个跟血糖 所谓的血糖不耐症 糖尿病前期有一个共病症 叫做所谓的高胰岛素血症 也就是说他其实在年轻的时候 因为他的胰岛素分泌旺盛 但是因为他的脂肪组织比较容易聚集 所以没有办法代谢掉 那所以像这样子的患者在后续 因为胰岛素过度的释放 胰胀过度的加工 以后就没有办法工作 的确确在多囊性卵巢的女生 假设他体重没有办法降下来的话 以后很有可能是糖尿病的几率是 多了两倍到四倍的机会 是 这个话就要讲给小珍听 对对 你爸爸现在还健康 以后还需要你来照顾 不要我跟我来照顾你 之前在急诊 遇过一个小朋友被送来 然后家长就说他 前一天晚上开始就严重肚子痛 然后有拉 可是吐得很严重这样 然后精神状态不是很好 可能是肠胃炎什么的 那时候就还在实习 看到那个病例想说 肠胃炎应该蛮简单的 应该去打个点滴啊打个针 然后比较好之后就可以回家了 那时候学长路过旁边就说 学妹学妹你都要打点滴了 你还是帮他抽个血看一下 不要就是真的只是打针 等一下就让他回去 那时候我到病人旁边一看就觉得 就是这个样子看起来 好像不是单纯肠胃炎这么简单 因为他呼吸就是很深 吸得很大力而且非常快速 而且你靠近他闻的时候 会闻到他身上其实有一点点 那种成熟水果的发酵的味道 真的啊 那那个其实就是教科书上讲说 酮酸中毒一个很明显的特征 那后来抽血检查确实就是血糖也高 然后血液看起来是酸化的 那这其实就是已经有那种 就是糖尿病的那个酮中毒的情况 是一个高血糖的急症 那时候跟他爸妈讲说 就是他要打大量的鼠蚁 然后补充胰岛素 而且因为必须要根据他身体的 就是血糖跟电解质的状况 去做他接下来的调整 所以几乎是每个小时就要再抽血 再检查一次 那妈妈就吓一跳就说 蛤不是肠胃炎吗 这样怎么会是什么糖尿病 小孩子怎么会得糖尿病 那就跟他解释说 因为其实我们一般 所谓第二型的糖尿病 是在中老年之后 可能40岁以后 因为过往的一些生活习惯不佳 然后加上一些就是可能三高 然后家庭遗传因素造成的 这种糖尿病 那可是所谓的第一型糖尿病 其实是小朋友他本身就是 一脏分泌 一大数的功能不够好 所以可能在比较小的时候 就会发病 所以那是天生的咯 对这是天生的 就是他本身身体的问题 他不是因为什么 饮食习惯不良造成的 所以他被诊断出来之后 其实就是过去 往后几十年 甚至到他死之前 都是必须要打胰岛素 那我澄清一下验血糖 跟打胰岛素好了 我们刚刚一直说他会痛嘛 其实你习惯之后真的还好啦 我的患者其实 他们都是那种老爷爷奶奶奶 一开始叫他们验血糖 他们也不要 可是你一旦养成他们的习惯之后 他们现在每次来看诊 都不讲话直接手就验出来 验光这样 我看那个标都还什么 一二三四五 对 他们起到我就用一嘛 这个就有了 我第一次不知道用到死第一次的第一天 我烂身 血流乳朱后来看 我们不需要用的呢 可能老人家就用到四楼 对有时候皮比较厚达 或者是血管比较深的 就要用到比较深的 但是一定要检查 卡拉宾我跟大家讲一下 他其实有多严重 其实从头到脚 因为我们从头到脚都有血管 那我们的这个血管都泡在这个血糖里面 所以说你只要所有的器官 你想得到的从头脑 从眼睛 这个是我们病变 然后心脏 心肌疼栽 然后肾脏 器官都泡到糖里面 对 然后周边血管阻塞 这样不是保存更久 那血管阻塞 不像一天热的道理是一样 跟血管一样 会萎缩 因为我们的血管 其实就让 为什么要引起人的杀手 其实你没有感觉 你没有感觉 要血缘200 其实你正常你没什么感觉 等到你有感觉的时候 其实血管萎缩阻塞到一定的程度了 那我之前就遇到一个28岁的男性 他身高到170公分 体重破百 然后他就平常就比较胖 然后他有一天就是来挂急诊 就说他很喘 他觉得说他就是比较胖 活动的 喘的时候好像你还 其实已经喘了两三个礼拜 他不以为 他觉得这两三天 我已经喘到吸不到气的时候 要挂急诊 想说是不是气喘发作 感冒什么的 那基本的医师 就一看就觉得不太对 然后帮他做检测 那他就发现他的血糖高达400多 那我说你们糖尿病 没有 糖尿病 他自己不晓得 然后那我们件事也很有盛 他就是马上就帮他做心电图 然后抽一系列的 包括心肌梗塞的检验这样子 那就发现有心肌缺氧 然后心肌梗塞的指标 都已经上升 那铜酸也是有的 所以说他就是一个 糖尿病病发一个局性的心肌梗塞 然后又发一个铜酸中毒 那为什么会心肌梗塞 就是因为糖尿病没有 长期没有控制 然后导致血管阻塞 那就赶快找我们心肌科医师帮他做这个所谓的心肌管的检查 结果发现心脏三条大条的血管 他左边的两条都已经阻塞五六十趴了 因为血管都阻塞八九十趴 而且有血酸的形成 所以我们赶快帮他通血管 那二十八岁很年轻 所以那还是得放这个支架 如果他在慢一点来医院的话 有可能并发这个心脏衰减 可能他呼吸衰减插管 这个急救都有可能 那我这边有收到的一个个案 是八十岁的阿公中风 然后我们要评估的时候就看他的病例 说阿公你有糖尿病 还蛮多年的 你都平常有没有再好好的吃药控制饮食 他说 蛤 我哪有 没有啊 我没有糖尿杯啊 我们就说 有啊 你就有啊 他说 没有啦 他说 只是糖分在写里 糖分比较高而已 我说 那你有没有吃药 他说 有啊 我有吃药啊 我说 那你饮食到底有没有控制 他说 没有啊 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然后他就一直宣称那个只是糖分不是糖尿病 然后我们就说 你就是糖尿病 然后他就是不听 后来他的儿子跟孙子都来 一进来两个就是标形大汗 我们想说 诶 这好像也可能有问题 就问了一下 然后他说 啊 我儿子跟我孙子 都有糖分啊 我说 他们有没有都吃药 我说 有啊 我说 嗯 可能要小心哦 因为你的中风有可能是因为糖尿病而来 所以你就是儿子跟孙子一定要好好的注意 那他孙子啊 就32岁 175公分 可是95公斤 然后晚上是在夜市摆摊 那做习饮食都非常不正常 然后有一天我们就是很试探性的问他说 诶 你知不知道自己有糖尿病 他说 没有啊 就是糖分啊 我阿公都说 你是不是糖分啊 他这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就传给他们 他们都不知道自己有糖尿病 然后他说 可是觉得很奇怪 就是他结婚三年 都没有小孩 然后我们就说 诶 那你要不要去验一下 然后就验了之后 发现他精虫的数量跟火力真的不太够 然后医生有跟他说 你可能就是因为血糖没有控制好 体重 这过重的关系 所以没有小孩 所以他就想说 好吧 那为了求子 在这个陪阿公一年复健的过程里面 他就瘦了15公斤 虽然说这样子是有点点 瘦到肌肉真的不太好 可是他瘦下来之后 大概再过两个月 就有小孩了 对 就是蛮好的一个消息 就是他的爸爸听到这个消息 才愿意去减重 接受他自己的糖尿病 对对 然后接受他 不是糖尿病 因为我们就说 诶 那个 叔叔你看哦 这样子的话 有可能你看到还没见到你的孙子 就是你要是送风鬼伴 然后他就好好的控制 我有个问题 瓜哥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 他也是糖尿病患者 但是他发现糖尿病的时候不是他变胖 是他急速变瘦 那他也是 因为他是在机场工作的 所以他其实也会有夜班 因为24小时要轮嘛 所以他说他是因为 每天晚上真的很想要吃宵夜 又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吃的时候 他就喝可乐 因为就是直接去拿糖粪 感觉会比较提神 但是他没有变胖 反而是变瘦是什么原因 是 马上就可以领到他的 退休筋跟腐续筋啊那些 我真的可以补充啊 就是像糖尿病的症状叫做三多一扫 就是说多吃多喝多尿 然后体重变瘦 通常出现这个症状的时候 就跟刚刚讲的高血压 已经很高的时候 头就在痛了 所以基本上通常血糖都超过 200到300以上的时候 才会出现这些症状 那刚刚讲的150万人都 可能都是在200以下 都没有症状 那这个时间的人 跟正常人我们一样 喝水 吸空气 吃东西都会变胖 所以是正常的时候 可是他变瘦是因为他 已经痰高了 开始血糖已经很高了 开始出现尿病 那他如果喝水 喝水喝水 他会很口渴 他会一直喝 可是他会一直尿 那他家里面有糖 他就会把糖分带出来 会饱足吗 他会一直觉得饿 因为他的尿糖 他的糖分一直从尿里面排出来 所以他身体里面流不太出热量 你就会觉得他一直变瘦 可是他又觉得很渴 觉得很饿 但吃很多也不会怕 他就一直排出来 就是这样 那刚才可以补充一下 为什么八九十岁以上老人家 通常都不承认他自己有糖尿病 因为以前糖尿病 在日据时代那个年代 他们认为他这是肮脏的疾病 就跟花柳病是一样的 他觉得他有糖分 因为他常常会感染 所以他们那个年代的人 他们认为糖尿病他们不可以承认是糖尿病 所以他们都会我们 一般上遇到像这样的患者 我们都会说 阿溜糖分的问题 哈哈哈哈哈哈 靠个头发 对 那个也不用味了 你走过去就用糖尿了嘛 对对 之前就是有一个年轻的女病患 因为他本身是一个在卖韩国泡面的一个卖家 然后他就是因为他实在太多存货了 然后他没办法赶快消掉 然后又要过期 所以他就赶快就是怕辽急就自己吃掉 然后他就把他当中餐 要不然当宵夜来吃 不是韩国泡面上面都要铺起司吗 他就铺两成 然后就更咸 然后他一定会把那个汤喝光 然后就这样维持了两周 然后就他朋友就看到他眼皮整个都泡泡的 才两周就这样 对 然后还有他就本来是出现尿少的情形 后来他就变尿多 就很像肾脏坏掉 然后他的朋友就说 你赶快去医院检查 就我们抽血发现他整个就是 然后紧急就把他在鼠西部这边打一个管子 我们就帮他洗肾 才救回他一命 突然看不见 偷走势力的隐形杀手 小心急性青光炎 黄斑部病变 严重恐惠 失明 讲到这个市民 前两天访问了两位观众 一个是先天的 一个是后天的 当然后天就没办法适应了 就是心情会很不好 他突然病变了 那先天的呢 他就生下来就是这样的 可是他人生还比这个人乐观 因为他从来没看过 可是我就访问他说 那你市民都没看过我 你想象中的我是什么 他说我常常看你的节目跟电视 你是一个不高 有点圆圆胖胖 我说很帅吗 他说还好 我就说 快哥这么帅了 你要不要先离开他 我的意思是 眼睛 其实先天失明的人 他比较能习惯 可是他听力各方面变很厉害 敏感 所以后天失去的人很痛苦 因为他看过这花花式景 所以不要让人偷走我们的视力 我问过很多病人 我说如果你是视力耳朵 跟譬如说味觉 比起来你宁愿失去哪一个 或最不想失去哪一个 百分之一百都是不想失去视力 那大家知道什么原因会造成 失明的主要原因吗 根据WHO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 单大失明原因 第一名其实还是反面上 因为他的发生率最高 而且在一些医疗比较不普及的地方 他就是也是失明的原因 第二名就是青光炎 第三个就是黄半部病变 那可是现在比较惨的是 这些疾病都有年轻化的趋势 像我们早期十几年前 我们的教课书都写说 青光炎比较容易发生在60岁以上的人口 可是现在的统计发现 在10岁到59岁 发生青光炎的比例 居然跟60岁以上的比例 已经是差不多了 所以这个真的是年轻化的族群 手机 对手机还有现在高度近视 那当然还有一些危险因子 比如说你可能有家族遗传 或者是说有一些是 比如说有在吃那种类固醇类的药 一些用药的不正常 或刚刚讲的糖尿病 这个也是 那根据现在最新的一个资料 反而认为像我们早期会认为说 三高血压高 比较容易导致青光炎 现在认为血压过低也会容易导致青光炎 主要是因为那个眼球的血流灌流压力不足 尤其你在睡觉夜间的时候 你的那个血液啊 营养不够 反而也会容易导致青光炎 对那为什么说青光炎它是隐形的杀手 青光炎会怎么样 大家看一下 有的人不太懂为什么叫青光炎 青光炎呢 其实在初期的时候 是只有周边看不到 像这个图里面其实有两个小朋友 可是青光炎的人呢 他会觉得周边的视野是不清楚的 比较像直播不清楚 直播都是这两边不清楚 对 医生你现在是真的不清楚 还是我看 是真的不清楚 真的不清楚 太怕了 你会知道 你们现在看直播两边不都不耶 不耶 就是这样 对就是这样 所以青光炎的人有些初期 他量失利是1.0都正常 可是他会发现 走路怎么有时候过马路啊 对象来车就看不到 譬如说以前眼角余光可以看到车子 可是现在看不到 他要转头过去 所以有时候走路啊 会常常容易撞到墙壁 眼角余光会变窄 对因为他的视野变窄 那到严重的时候会变成遗管亏天 就是只剩下一点点 那当然在最严重连中心都看不到 就全部是马赛特 对但是那个就已经是默契 就像瓜哥讲 那就是后天性 开刀可以控制他的眼压 但是没有办法让已经 恢复 对已经失去的视神经在重新 所以你就没得救的意义 所以他是虚拟 他是真的严重 像你白内障还可以开刀 整个拿掉 你就回复 成功率可以说他100% 但是轻光炎只能控制 怎么会造成这样 主要因为视神经的功能受伤 他自己 对视神经 当然他有遗传 那还有一些对 用药啦 还有说我们刚刚讲糖尿病啦 血压啦 控制不好 那这个听起来蛮感伤的 他也不是因为我们做错什么事 他就是因为我们的精英 没有办法 看手机也会喔 像有的人熬夜看手机 看手机是加重 对加重 就是说因为你的夜间的防水生成量 是日间的六成 可是如果你没日没夜的一直用眼睛 你的眼睛搞不清楚 他以为他一直在白天 所以他的生成防水量就一直这么多 所以你的眼压就比较高 那眼压高目前还是认为是 轻光炎的一个最主要的危险族群 那当然不是说眼压高就一定轻光炎 也不是说轻光炎就一定通通都眼压高 但是他还是有一个很高的比例 对 那讲到这个轻光炎之外 我们再讲到另外一个叫黄斑部病变 黄斑部病变就颠倒 大家可以看那个图 它长得是不一样 相反 周遭的清楚 中间的 模糊 直播的模糊了 所以这个是有病变 观众朋友不要以为是 对自己有黄斑部病变 这个是黄斑部病变的模拟图 就是中间看不清 那当然因为黄斑部是在视网膜的正中间 所以他看不清是在中间 我刚好就是有一个病人 他是一个也是节目的制作单位的工作人员 然后有一阵子他就觉得说 他的右眼啊 他看东西 他觉得好像是眼镜的那种雾痕 它不干净 然后他就想说 奇怪了是不是应该找时间去换眼镜 可是他有一次带隐形眼镜 他发现那个雾痕还在 所以他想说 那就不是眼镜的问题 应该是眼睛 他觉得自己可能太累了 太干或者是说他近视度数 他本来就九百多度 可能又加深 可是呢 他发现他去买了一些那种 凉杆的疲劳药水 或者是人工的一店 那也没有比较好 那刚好有一次我去录节目 就跟他聊一聊 结果我发现他不但中间雾雾的 他说他看东西的颜色 就是左右眼 其实鲜艳度 右眼是比较差 就是看东西好像白白灰灰的这样 对然后我就说 那不然你左眼遮起来 那刚好摄影棚里面有那个格子 我就说那你现在两边比较看一下 结果他说他的右眼看那个格子啊 曲线的那个中间那几个不见了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典型的变化 像黄斑部病变 有些人是觉得直线变扭曲 看起来就是不是正方形的格子 可能变 譬如说T型的或者是扭曲 那比较严重是中间那一块 直接就看不到 就是像这种变化 对那所以后来我就请他到免科检查 就发现 他是高度近视引起的 脉络膜的新生血管 那其实也是一种黄斑部病变 而且是比较年轻族群 这可以吃得好 如果是新生血管 我们现在有一些新的药物 可以打针在眼球里面 让他抗新生血管 有些如果在初期 确实是可以痊愈 但是如果已经比较严重 譬如说你反复的出血 然后又结疤 就像你的伤口 你已经结疤 基本上药物要去把它根治就很难了 对所以黄斑部病变的原因太多 你要先知道 会产生这种黄斑部病 变一个目前的危险因子 那再来一个呢 精致饮食 像我们有些常吃 就是西方的饮食 那这种反式脂肪 它也会容易导致黄斑部病变 那另外一个就是 空气污染 这是一个比较新的 很难以为 对空气污染 因为它是进入 尤其是那种比较微量 它进入到血管 导致血管的发炎 现在居然认为空气污染 也是黄斑部病变的 7度的危险 那避不了 真的 所以黄斑部病变的危险因子 就是存在我们的周边 活得好辛苦哦 那高度近似也是高危险圈 也是一个很高的危险圈 完了我900度 你怎么要定期做视网膜检查 恭喜啊恭喜 生意越来越好 不要这样 很可怕 提醒大家有危险因子 可以控制要预防 我们出去录影 不敢戴太阳眼镜 要晒子整天 那对得太阳 那这样子 你外景很难 那这些都应该 还是会有一点帮助吧 还是有啊 帽子啦 太阳眼镜啦 我像现在的人说 我就一定要戴隐形眼镜 隐形眼镜也有抗紫外线的哦 哦 你有看哪个主持人 要戴着帽子 那个根本看不到 我觉得我一直都有 眼睛上面的很大的问题 一开始我进这行的时候 我是做模特 所以通常模特 都要外面曝晒 冬天夏天 你都是要眼睛张得很开 白颇 白 pose 对然后都是要 太阳底下就是一直 都是要睁大眼睛 看着镜头这样才行 可是我每次都是这样瞇瞇眼 因为我就是没有办法看光 那那时候我就一直觉得 我胃光非常的严重 到底是什么原因 要不要就是去看个医生 因为有时候已经胃光到 我没有办法睁开眼睛 我觉得眼睛会刺痛 会很难过 而且眼睛会累 很容易累 那就去看了眼科之后 就去问想说 是不是因为眼压高还是低 然后的确医生说是没有错 所以你也不需要 你必须要想办法就是抗光 所以你要常常戴墨镜 但我不可能啊 所以回家的时候我就很懊恼 你墨镜还要选对 有的墨镜还不会加害 对 就是有些就是你看 看起来好像很黑 可是事实上它UV值非常的低 要选UV400 UV400 听清楚哦 眼镜不是真的吗 有的时候反而加深 真的 就是会折进来就对 就是你把可见光滤掉 但是反而没有抗紫外线 那那样比不带还要惨 所以记得要选UV400 就是把400以下奈米的光 就是有害光把它滤掉 然后后来我就回家开始懊恼 想说自己也不懂年轻嘛 然后就问妈妈 因为妈妈就觉得她比较懂 然后妈妈一听就紧张了 因为搞老半天 我家里其实是有 然后就说 因为我的外婆我阿姨 其实都有青光岩的这个病变 所以都有开刀 然后开完刀之后都会戴那种 就是不是墨镜 是像护目镜 就是上面侧边 下面都是黑的 就是一圈这样子的护目镜 那我就说 我不会现在就要开刀吧 然后我妈妈就会说 啊 没关系啦 你还年轻 老一点的时候才会发生 可是我就觉得不太对啊 因为我现在的状态是 越来越严重 是我越来越痴 常常不是只有外面的太阳光 我连现在就是会看起来 好像有一个非蚊症 就是有一个蚊子在那边 不会有非蚊症啊 就是一只眼睛会有 所以就会觉得 这会不会 就是让我也变成青光岩的 阿恩如果有家族遗传 又妈妈又外婆 这真的是一个很高的危险族群 因为青光岩是有遗传基因的 青光岩有药医啊 嗯 青光岩有药医 但是就跟高学一样 只能控制 会越来越糟 对 视神经呢 不会再生 因为它的胚胎发育跟脑细胞一样 对 所以如果安安有家族遗传 建议每一年 并且要做一次视神经检查 我们现在其实有很多新的仪器 专门在检测青光岩 因为刚刚讲青光岩年轻化 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些 眼部的断层扫描仪 不但可以检查视神经 还可以检查黄斑部 像黄斑部也有遗传 所以如果有家族遗传 又是高危险群 一年 尤其40岁以上 安安当然还年轻 但是因为现在年轻化 所以建议一年做一次 定期的检查 OK 像我做外景40年 那样看太阳 这个节目那样看 我只要也一度怀疑 我大概眼睛快要瞎了 没有 我就找到真实名区 他帮我去看 从头到尾检查到底 都好好的 所以不要自己害怕 好 你这个青光岩 算是最轻微的 已经算轻微了 在所有病里 你知道还有一种叫做 夜盲症的 夜盲症那就很严重 夜盲症 夜盲症听名词没什么对 对 夜盲症其实跟遗传 后天都有关 它是我们的那个色素 叫视网膜色素施氧症 以前有一个韩剧 它讲的就是夜盲症 就越来越瞎 对 夜盲症它只会变差 不会变差 你一直到瞎掉 它会晚上的时候 因为它是我们的那个 感状细胞有异常 叫施氧 施氧意思就是说 它有功能上的异常 而且是没办法回复 对 不过现在 就是说有一些比较新的科技 针对夜盲症 我们现在已经有那个新的 视网膜晶片产生 而且在亚洲已经有第一例 在长庚医院 我一个学长做 它可以把晶片植入在我们的视网膜 所以改善 那当然改善不是说 我就突然可以开车或什么 它是让你从没有 就是很差的光觉 可以分辨脸的影像 分辨形状 我的人生里面就是 第一次对青光眼这个病有印象 是因为啊 我小时候的时候 我奶奶有一个牌咖 然后她本来是一个很开朗的人 但是呢 她就是得青光眼 之后就是视力就坏掉了 那心情很不好 很不好 她之后没有办法打牌之后 她整个老年的生活啊 就是 完全就非常犹豫这样子 所以是 可以插花 对 你去插花旁边还是会告诉你说 我刚刚去打了多少张 待会熟悉 他还是会听朋友聊天室 我爸爸以前就这样去插花 插了一点点 还是可以的 心情很好 很好混乡 不是讲笑话是真的 对 这个是真的对老人家的生活品质 有很大的影响 然后其实除了说周医师讲的青光眼之外 其实黄斑部的病变 这个也是最近好多人有的毛病 然后其实就像安安这样子 安安就是会觉得说 不太敢去面对这个事情 其实我最近也遇到一个五十几岁的患者 然后她是一个国中老师 那她来看的时候 她其实是来找我看感冒 那感冒看完之后 我们就要给她做一些卫教嘛 就是告诉你说要注意什么啊 那如果出现流感的症状 你要回来啊等等的 看完之后 因为我们也会拿卫教单张给她看 那理论上是老师 你会觉得她应该理解能力很好 但我们这样跟她讲 然后说我们就多讲了几次 最后呢 要给她签名的时候 她签名的时候 整个签出那个格子外 我们就有个格子 然后她就整个签出格子外 然后我就说 我们要签这里哦 然后她就说 她就说 然后可是你就觉得她的视力不太好 那我们多问了几句 她就说 对其实她这半年来 感觉到她视力变得很差 那因为她是老师 所以她就说 她有时候甚至在课堂上啊 就是其实刚刚中心修有讲到 她会看中心 她是从中心视野的视力开始下降 所以她就说 她有时候上课 要看那个时钟 她只看到那个外框 她看不到中间几点 所以常常就掌握不好 那个上课的时间 再加上有时候 她连那个学生的脸 都会有点看不太清楚 对 所以就是对她的生活 其实造成影响了 可是她就跟安音一样 她就是不太愿意接受这个事实 因为她说她有五年才退休 她如果万一真的失明了 怎么办这样走 然后我就跟她讲说 其实你这个东西 正确的观念就是 你还是要尽早去控制 然后包含像刚刚中心师讲的 其实这个老师有三高的问题 你三高问题一定要控制下来 那该有的营养素要有 譬如说你要补一些叶黄素 等等的这些营养素 你还是要补充 那还是可以研盘它的老化 才不会进展到真的失明的程度 血管杀手 胆固醇 三酸甘油脂超标当心 冠状动脉心脏病 中风几率高 我们刚刚讲的糖尿病 那其实另外一个沉默的杀手 就是胆固醇三酸甘油脂 就是讨论血脂肪 台语说肺炎有点高 那其实有时候说 我们这个胆固醇高一点 或是说我们饮食 稍微吃油腻一点有什么关系呢 当然短时间 那当然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可是你如果说餐餐 或者说你的生活饮食 习惯就是这样子 那长期下来当然对我们血管的伤害是很大的 那为什么呢 因为像这些胆固醇 这些东西就很容易沉积在血管壁 就像那种卡地带 就是把血管卡掉 然后像抽烟也是一样 一样的道理 它就是把血管变成硬化 然后就形成所谓的血管的斑块 那这个斑块如果平常稳定那还好 可是它斑块如果越积越多 不稳定的时候 或是一个 比如说天气冷啊 血管一个收缩 或是一个压力源来的时候 血压高 这斑块就容易破掉 那破掉的时候 就容易造成所谓的心肌梗塞 那我这边举一个案例 也是很年轻的 大概30岁左右 它本身就是家族性的高 胆固醇血症 就是平常那个胆固醇 中胆固醇 你随时去检测 大概500以上中胆固醇 那因为它本身体质的关系 我就告诉他说 这个一定要控制 因为他那种身体里面 一直会分泌很多这种 就是胆固醇 那尤其这种坏的胆固醇 就LDL 都是三四百以上 都超高 可是他就年轻 就自视年轻 他也不觉得自己有什么 特别的问题 就不规则吃药 甚至很久才回来看整一次 后来有一次 回来的时候就发现他 怎么走路一百百 一手一脚 不能动 因为他中风了 现在30岁而已 其实他就是 因为这个胆固醇很高 造成血管品质不好 然后他就又发一个脑中风 然后运气又不好 那就是左边的中脑动脉血管阻塞 然后呢导致右手跟右脚 然后就是没办法动 那后来是经过很长的复健 那因为他30岁了 他就还是要复健 他也没办法工作 走路来住拐杖 那其实对他后续的 包括不管生活品质 或是对我们社会的一些资源 其实来讲影响都是很大的 而且其实很多人都以为胆固醇可能 比较胖的人比较有可能 可是呢 我本人在年轻的时候就被医生说 我胆固醇过高 所以其实很多是体育 肌 是疑传 我一直以为我也想 那时候我其实根本不懂 然后因为年轻的时候很喜欢吃海鲜 而且大鱼大肉 然后又觉得 可是你给我们感觉你是运动健将 对 那是现在我运动得非常勤 那其实我想 你以前不是运动 我小时候我四岁开始学舞蹈 高中也都是念舞蹈科 那我就觉得说这个 运动对我来讲很简单 那其实是零的嘛 难过除 可是对啊 可是之后到了出 就是出社会那时候 其实对于运动就没有那么 就是有加入健身房 可是常常就是在浪费钱的那种 到底最高高到多少 那时候其实没有到 大概三百多 我记得 还是两百多 我忘了 可是就是是坏的还比 蛮高的对不对 对 然后坏的比好的 可是那时候我从来没有健康检查过 可是因为有一年 二十七岁我记得 我朋友要去健康检查 我就说 我从来没有健康检查柜 我就去看看好了 结果之后 医生就说我胆不存过高 他说那你应该可能是遗传 我说可是我们家好像没有 那他就问我的饮食 然后我就跟他讲 讲说我几乎 几乎 真的是三餐都在外面 而且都是朋友约就去 然后 那时候就是真的 就是没什么特别在运动 然后之后他就跟我讲说 你要注意 然后叫我要吃 就是鱼油还有燕麦 他说燕麦片也是很好 燕麦片对 对 然后结果之后 他说还有一点就是很重要 要运动 从那时候开始 我就开始非常非常的 就是迷上运动了 然后可是我也开始 鱼油啊燕麦都有在社区 果真我结婚前 要身体检查的时候 我的那个胆固醇就降下来了 对啊 所以这应该不是遗传了吧 因为如果遗传 因为我有个朋友是遗传的 他怎么样控制 他都没办法降下来 我们刚刚讲那种家族性的高胆固醇 也缺着那种几乎饮食运动 是不太可能的 那其实饮食 最能够控制的是三酸甘油脂 我们刚刚讲说胆固醇之外 另外一个是三酸甘油脂 三酸甘油脂跟你的饮食的差异性非常的大 那我们刚刚讲的糖尿病 尤其糖尿病的病人的话 其实三酸甘油脂也容易上升 像一般来讲 总胆固醇我们治疗 就是说一般标准的话 希望在控制200以内 那我们刚刚讲的所谓LDL 坏的胆固醇希望在 如果没有什么危险因子 最少都希望抓到130以内 就低密度胆固醇 对 那我们刚刚讲的这些饮食运动 其实对于胆固醇的控制 其实治疗上面都是相对来讲 有它的效果可是成效没有很大 可是还是得做 那跟三酸甘油脂的影响就很高 跟三酸甘油脂的影响就很高 如果说有些人他胆固醇 就这样胆固醇高 那饮食运动没办法 真的没办法自我节制的话 那有时候还是得仰赖这个药物的帮忙 我们家其实一直都有那个胆固醇 或是鞋子过高 因为我们是外省 我爸我妈都是 所以我们平常吃东西 都是中午啊 或是晚餐在家吃的时候 就一定是面饭 那种主食类的东西 然后可能我爸一餐要吃三碗饭 然后可能也是非常喜欢这种淀粉类 可能一餐也是要吃个两碗 我妈也是 然后再加上那个卤肉 你知道我妈那个卤肉 哦 你知道那个卤肉然后那个蛋啊 就可以配个三碗饭了 对 然后那个汁 你之后还要把整个汁 就是淋在那个饭上面这样 昂长导 然后你知道尤其这个肥肉卤了有多好吃 所以其实我们从小就吃 然后有一些豆瓣酱 对 然后尤其过年更精彩 然后直到就是我妈大概三年前 然后她就是得乳癌 然后后来就是一直在化疗和做标榜嘛 然后之后就好了 可是因为生了大病之后 她就非常的注重饮食和健康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家原本从大鱼大肉就变成 清中小菜 对 而且你桌上会有很多不知名的菜 比如说她那天煮了一个什么紫色的花椰菜 然后或是一些我听都没有听过的一些山菜啊 或是有机菜 导致我爸跟我就是都变成外食主 尤其是我爸 因为他们每年都会做健康检查嘛 所以我妈之前可能指数都是有些是红色的 可是后来去年检查的时候 它全部都正常 就是没有什么太多的那个红质这样子 可是我爸他把去年的健康检查报告藏起来 让我们看哦 然后可是我们也想说没有办法啊 然后再加上 我爸平常又有抽烟的习惯 然后现在冬天嘛 他可能吃饱饭 他就会躺在沙发上 就是跟一个真的是招老头的印象 然后看着电视 然后就默默就这样睡着了 然后一吃饱就躺着哦 然后再加上今年年初的时候冬天非常的冷 然后那一瞬间呢 我突然看到很多人在脸书 很多朋友就是爸爸妈妈亲戚突然中风 然后有些人中风之后隔真的没有多久哦 然后他就因为那个心惊哮就过世了 然后那时候我有个朋友还开玩笑 就安慰我说 我们这年纪也到了爸妈该走的时候 该出世的时候 他说我们这年纪爸妈也该出世了 就是我们会把很多理由套在 因为是年纪大了 想要把它合理化了 对 就会觉得说我会有这些指数变红色 是因为我年纪大了吗 然后那时候我就很担心我爸 因为他的生活真的是太不健康了 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好 那竟然我没有办法改变他的生活 我就去找保健食品 然后平常就是给他吃 当作一般的保养这样子 然后因为我是那个 一个金晶品牌大厂的老客户 我们家长期都有在吃他其他的产品 所以我二话不说 我就直接就在网站上找 有没有适合可以就是 保养这方面的产品 然后我就看到他有出一个叫做 深海鱼油加虾红素 就是这个 深海鱼油加虾红素 然后他就在写说 他可以帮助体内的循环 我就想说就是他了 因为循环是非常的重要 很多疾病都真的是因为 循环不好才会发生的 然后所以那时候呢 我就买了 然后就去给我爸妈吃 然后我自己也有吃 然后因为他的深海鱼油呢 我会非常放心 是因为它是从那个 秘乳的完全没有污染的 海域的小型云中提炼出来的 然后它经过了非常多的那个检验 它是完全没有重金属 也没有塑化剂 所以你对它的来源已经是非常的放行了 然后会有很多人想说 那鱼油会不会有味道 它完全没有 你知道它的鱼油就像在吃生鱼片一样 蛤 又新鲜了 真的 我跟你讲 我自己吃真的会 你把它咬碎 它就是完全没有那些鱼油的行味 咬碎耶 这硬的 对 你可以咬碎 真的 瓜哥咬碎看看 它可以帮助维持就是血管的循环 它因为有添加虾红素 你们知道虾红素是现在的抗亚化公主 它是一个公主哦 它比我们一般知道什么 耳茶素 花青素 还有Q10的抗亚化成分都还要高 这个虾红素是从红枣里面提炼出来 然后你就会觉得说 大牌子然后很放心 然后它又可以帮助我们血液循环这样子 现在很多的三高我们都证实它会造成一些血管的病变 是跟慢性发炎有关系 像中医他们很喜欢讲毒素毒素嘛 我一直就尝试要把毒素跟西医的什么东西结合起 就是到底它可以连结到什么 其实我觉得应该就是慢性发炎这个部分 那其实是因为现在的人压力大 所以我们身体会一直处在慢性发炎的状况 那这个血管也是一样 如果说我们长期的慢性发炎 它可能造成我们血管会比较容易塞住 比较容易堵塞 然后如果塞在脑部就是中风 塞在心脏就是心肌梗塞 那所以说现在的科学家一直尝试着 想要把体内的这个发炎反应降下来 所以呢就发现有些物质 它的抗氧化能力跟抗发炎能力是很好的 那其实像李懿讲的这个鱼油 其实它已经算是行之有年的一种健康食品了 就是很多的老人家都在吃 然后我通常也会建议我的患者 如果可以的话 你一周至少要吃三到四次的深海鱼 鱼油它也是油 但是它的油是好油 对它是Omega 3的脂肪酸 所以它对于身体里面的发炎反应是好的 那可是问题就来了 我的患者最近就问我说他最近看新闻 说大型的鱼 中金属 对都中金属残留 对 小型鱼 对 这是小型鱼 我一加的时候就要加一个 那你尽量吃小型鱼 对 深海的小型鱼 小型鱼 对所以大家选购产品的时候 可能也要注意一下这个部分 不要说顾了血管 但是有中金属的残留也不好 这个倒是良心的 然后另外就是 李懿在讲到的虾红素的部分 其实我们在吃火锅的时候 你煮虾子的时候 会飘一层浮袋上面的红红的东西 对不对 那其实就是虾红素 那虾红素也是最近被发现一个 抗氧化能力很高的一个物质 那可是有些人他对虾过敏 或者是他有尿酸的问题 他不能吃海鲜 或者他胆固醇很高 他没有办法吃海鲜 那这个虾红素其实除了在虾蟹之外 在红糟里面也是有 所以现在有人用红糟里面去取得碳这样子 然后另外像维他命E就不用这样 它就是一个看氧化能力很高的 脂溶性的维生素 所以我们一直在希望说 你把体内这个发炎反应降下来的话 其实对于虾血管是有一些防护效果的 无形的疾病隐藏再久 总会有爆发的一天 就是可能引发大量的疾病 所以要记得定期检查 来维持良好的生活习惯 才是对身体最好的保持方式 谢谢大家 有感觉到刘医师今天有浓浓的鼻音吗 到了秋冬真的很容易感冒 而感冒里面最不舒服的症状就是鼻塞了 很多人又不想吃药 因为抗子质胺很容易让人昏昏欲睡 怎么办呢 这边介绍大家两个小方法 第一个是在睡觉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头部垫高大概30度 来减少鼻腔的冲血 第二个是在洗澡的时候呢 用热蒸气熏一下鼻子 也可以减缓鼻塞的不适 如果热蒸气不是很好取得 那我们也可以用温热的食毛巾 来做食肤鼻部的动作 但记得哦 如果比赛超过一个礼拜 再加上有黄浓的鼻涕 还是要尽早就医 看看我们鼻痘炎的情形哦 许多人在弯腰或是坐着的时候 很难碰到脚踝或是地面 表示你的身体可能有点僵硬 久而久之 就会造成身体的疼痛 建议大家可以多做 背部的伸展运动来帮助哦 这边要介绍大家一个运动 是简单的拉背 首先我们要找到一个 有椅背的椅子 坐满 背部紧贴 椅背 身体挺直 双手交握之后 手心朝外 眼睛看着手背 然后手掌慢慢的伸直 吸气 停二到四秒之后 自然的吐气向下 每天这样子做十分钟 就可以帮助我们伸展背部肌肉哦 别忘了订阅我们YouTube频道 并按下铃铛 收看我们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彩内容吗 那可以点选旁边的影片哦